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号称东方威尼斯的古城苏州 伴随着琵琶三弦的无浓软雨 荡漾在小巷河边 韵味浓郁 此早亲历的苏州平潭体现着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气质 1982年 苏州平潭穿越九千公里出访意大利威尼斯 在那次演出中 著名平潭艺术家金立生刚一上台 全场就响起了掌声 他说他首先是拍你长山的手 他们通过对平潭这个艺术的了解 他们已经了解了平潭艺术的起源 是怎么样的一个平潭的艺术手段 他们感到这一件长山的服装 跟平潭这门艺术的表现手法 用这个服装是没有再这么好的贴切这门艺术了 他们感到太美太好了 魅力无穷的苏州平潭 真真切切地打动了意大利的观众 从那以后 苏州平潭的美妙声音 唱响了世界的许多国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的艺术团体出国访问 1984年 中国曲艺家代表团访问美国 这是中国曲艺 第一次多曲种组团的出国演出 曲艺家赵连甲 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海报 这个香肠 一直指导是侯卫磊先生 成员们有金银大鼓的著名艺术家 这个是老天津北京 都熟知孙树君老师 像常宝华这个县上的名家 桂田 像岳文 石副宽 石胜杰 冯永志 还有上海平潭 新燕之新燕春 再由一个天津唱 美国大鼓的鸡尾 这次访问演出的首站 设在有100多年历史的 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 那一天 场馆内座无虚席 主持人常宝华一上来 就亮出了一个幽默的开场段子 我说其实呢 我也可以用英语来保姆 一是万 二是图 来是看 去是够 你是用 我是爱 二人分别 go the bye 点头yes 要头no 叮好叮好 way to go 就这个把观众给乐坏了 是不是 这样的话 我们心里边就有谱了 就觉得完全可以接受 这边还坐着个大拍子 上学的散散不过 就这样 现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在随后的演出中 全场观众深深的沉浸在 香音香情之中 充满了无限浓情的掌声 在大厅内一次又一次的响起 此时此刻 这已经不是一场寻常意义的演出了 演完了以后 观众是一次两次 几次节目都不行 剩下大概有那么一百来人 又到后台去 甚至于有人恳求我们 是不是 不打搅你们 我们能不能听你们说出话 就是 香音 你们的香音 我们好久好久没有听到 结束了在纽约的南望演出 代表团又马不停蹄地访问了华盛顿 旧金山和洛杉矶 每一场演出都是一次心灵的激荡 台上演出和台下交流 双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984年的这次